- 洋將戰力評比 哈囉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今天是終職季前 洋將戰力評比專題的最後一集 去年一軍的五支隊伍 我都已經介紹過了 但也別忘了 今天是有六支球隊要廝殺 還有一支沒有講到 就是台岡雄鷹 台岡雄鷹跟當初衛拳的模式不同 他們第一個二軍賽季 基本上是以全本土的陣容完成的 機中本來有找一位日籍的服勇春武 沒想到他加盟後只投四場 就因商贏退了 目前轉任助理頭的教練 持續陪伴雄鷹成長 那今年為了因應一軍賽事 台岡做主的準備 到目前為止已經找了六洋將 包括立元翔太郎 小野四賢人 哈馬興 雷公 後進 以及一位的洋炮 魔鷹 可以看到在取名之上 非常積極地想要跟在地高雄結合 也符合台岡艦隊以來的思維 接下來我會依序介紹 台岡前衛的這六名洋將 評分他們各自的強度如何 最後給出一個總品 首先就從日籍的投手 立元翔太郎開始說起好了 立元身高177公分 體重85公斤 剛滿29歲的年紀 是一位左投手 他是台岡卻能在日職戰意外測試會中 挖掘到了珍珠 當時流動量領隊 紅一中總教練 還有投球教練橫天九澤都在現場 一眼就向中了立元 紅總認為立元雖然球速不是特別突出 可是控球不錯 球路有快有慢 而且具備日職經驗 也曾經掌握過一軍 年紀不算大 加上問過不少日本球探 都說立元雖然目前是戰意外球員 可是能力上沒有退化太多 還是有機會投回日職的體系 其實立元和台灣有過一段淵源 他過往在中日龍時期 最巔峰的2018年 曾寫下單季破百局 拿到六勝失敗 防律4.14的成績 當時立元還只是禁止棒沒多久的二年級生 表現已經是可圈可點 也讓他來集後入選日本國家隊 2018年的台日交流賽 立元翔太郎就是對中職聯隊的先發投手 當時跟他同場先發對決的江承諺 還有接手中繼的40千 如今都成為他的隊友 那場他主投兩局沒有丟分 後來又在日美交流賽中登板 對大人盟的強打群一樣50分 表現非常強眼 耿天立元還接下中二龍開幕戰先發的重任 前天球團對他抱有極高期待 可惜後來健康出狀況 因為心率不整的問題接受手術 直接剩下迅速走下坡 雖然在日職的現役選秀會上被橫兵挑中 希望能夠轉隊東山載棋 可惜發展空間有限 只待了一年就遭到戰利外 其實在戰利外測試會結束後 立元有收到日本獨立聯盟跟社會人球隊的合約 可是更加在討論後 他決定來到陌生的台灣 變成洋將的角色 主要是想要挑戰一次看自己的身手 在國外的職棒聯盟能夠投出什麼樣的成績 從資料上來看 立元屬於控球派的軟左 居然在日職直球均速低於140 大概在137-138之間跑 搭配曲球跟變速球 整個形態跟配球模式 其實和江城也蠻類似的 雖然立元有多年的日職一軍經驗 可是近幾年的成績確實退步不少 居然只有兩場一軍出賽 二軍表現也很普通 K9值5.37 其他剩下單技型敵 平均每球就要送出近四個寶送 看起來也無法用控球精準來形容 這樣的表現 說自己從來沒有出過旅行的經驗 個性內向也不容易適應陌生環境 雖然他可能比一般的洋將還要更需要時間 但在洋將台灣速度極快的終止環境中 還要能給他多少時間 就值得我們來觀察了 第二位同樣是日籍羊頭 他的名字叫做小萊斯賢人 身高175公分 體重84公斤 目前25歲的幼頭手小萊斯賢人 雖然跟立元同樣來自日本 但兩人過往的資歷有滿大一段差距 小萊斯是完全沒有任何日職經驗 參與過選秀會 也未獲得青睞 後來主要都在日本的獨立聯盟打拼 去年在其餘五張熱火熊隊 小萊斯以單季10勝防律2.92的成績 贏得聯盟的投手MVP 而樂天的新洋將林木俊斧 則是前任的MVP 兩人也在今年七首來台 一同成為了職業選手 台剛會注意到的小萊斯 主要是投了教練橫天九澤 過去有帶過獨立聯盟 去年9月巡財時發現了小萊斯 認為他球速控球都有不錯的水準 最快可以丟到148公里 投了逼近130局 比比9是1.67 表現確實不俗 而台剛這邊也非常謹慎 一開始找小萊斯來時 是當測試洋將 和鹽田玉衣、霍斯以及錫斯 一同在東盟亮相 最後只有小萊斯被留下 他在東盟四場出賽贏得2勝 反而略是0.92 合計19.29的投球只丟3個保送 優異的控球能力讓紅總相當滿意 而且冠軍戰小萊斯扛下閒發 在第五局小腿已經湊近的情況下 還入城到第九局 只丟掉1分 但以台剛瘋亡 這份鬥志與態度令人感動 紅總賽會也直接表明 小萊斯已經通過測試 今年確定許錢 雖然小萊斯閒人 在智力上並不如立援翔太郎 可是經過多盟的磨練後 他已經充分融入 台剛這支球隊了 環境適應上應該不用太擔心 接下來要觀察的就是成績爬升後 本來在日本獨立聯盟 跟中折二軍都能夠有 不錯的宅智力的小萊斯 能否順利把成績帶到異軍舞台上了? 第三位繼續來介紹羊頭 一樣是新朋友哈馬欣 27歲的哈馬欣 是來自美國的左投手 有196公分、102公斤的高大身材 除了命名特別讓人一眼就記住以外 他會來台灣發展 也跟一個特別的故事有關 齊英是棒球作家方祖漢 在搭機前往波士頓時 身上穿著台北市立棒球場的帽T 坐他後面的一對夫妻看到後很感興趣 彼此聊了一下天發現 他們的女婿是棒球選手 就是哈馬欣 他有大聯盟之力 卻因為罹患了胸闊出口症候群 這個疾病影響過不少投手的職業生涯 包括Matt Harvey、Chris Carpenter等 導致他們成績大幅下滑 逐漸失去了舞台 也因為這樣 哈馬欣被美職淘汰 傷後付出了他 正在尋找到亞洲打球的機會 剛好他的岳父岳母在飛機上 看到這件來自台灣的帽T 覺得是很奇妙的緣分 欣賞應該是上天給的好預兆 後來方祖漢把這段故事PO上網 也被台剛的球團人員注意到 他們聯繫哈馬欣的經紀人 打聽了他的近況 最後評估哈馬欣一個左投優勢 過往成績也不錯 在教室隨手都上過大聯盟 所以決定找來試試看 哈馬欣的球種相當多元 除了直球以外 還有曲球、變速球、滑球、卡特等 直球均速大概就140到144之間的水準 落在中大這幫聯盟的平均值 不過他的控球很穩定 去年單進BB9只有2.4 小聯盟剩下五個賽季的平均甚至是1.8 要看他投出寶送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從成績上還是能夠看出 哈馬欣自從2021年遇上胸廓出口陣後群之後 投球表現相比過去遜色許多 付出後沒有再登上過大聯盟 連來小聯盟也投得東到西外 居然在勇士2A跟3A加起來共21場出賽 反而率是爆炸的6.82 最近兩年的被打擊率也暴增許多 對他剛而言 哈馬欣應該不會是他們心裡預想的王牌 比較像是過渡期的孵帶 剛好趁他們剛上一軍的第一年 來測試看看受傷後的他 還有沒有找回過往生守的可能性 第四位又是一位左手的新面孔 他的一名響亮程度完全不輸給哈馬欣 叫做雷弓 雷弓是來自多米尼家的左頭手 跟哈馬欣一樣有超過190公分的身高 體重是92公斤 目前31歲的年紀 有四年的大雷盟經歷 都是以後援的角色亮相 但這四年分別待的時間都不長 最久的是2017年在太空人時期 有22場出賽紀錄 四年平均下來的ERA Plus是59 表現並不好 雖然在大雷盟實際登板的次數不多 但雷弓卻有一項特別的事蹟引起討論 就算2019年效率太空人時 曾經遭到競賽 球隊公布的原因是違反球隊規範 因此受到懲戒 沒過多久就被釋出 後續轉到到期運動甲發展 不過有傳聞指出 雷弓是因為在休息室跟隊友Dix發生衝突 當時Dix在休息室裡面狂揮雷弓 說他控球有問題 雷弓因此被激怒 先是朝他丟了鞋子 後來更進一步拿起球棒 銷到了Dix的頭部 被駕離休息室之後 居然帶著一把武器回來 雖然沒有實際的攻擊 但光這個行為已經足夠讓他被開除 也有球迷戲稱他是超派雷弓 這次世界也讓雷弓的期許管理 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過往終結的層出現過不少 脾氣火爆的洋將 管理起來應該很不容易 這是台剛剛密切去注意的 那如果先撇開EQ的問題 雷弓的球技倒是真的很令人期待 近期在動靈尼加東猛 專職終結者角色 合計20場出賽防律是1.99 表現相當亮眼 本身具有非常快的火球 在大力猛認證的官方最快是157公里 也因為他主要的角色是後援 全力催速的話 均速超過150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別忘了他是左投手 有這樣的速度條件更顯得珍貴 近期在自辦熱身賽的亮相 雷弓也已經把直球催到156公里 他甚至說自己以前丟過161公里 現在春迅階段還沒有盡全力丟 預告之後球速會更快 台剛也已經表明 會把雷弓放在牛棚當終結者 今天我們也可以來好好欣賞一下 他跟富蘭哥同場後援標速的畫面 肯定很精彩 除了直球以外 雷弓還有一顆位移幅度相當大的滑球 和直球交互搭配使用 對左打效果極佳 雖然過往在小聯盟有控球不佳的問題 上下平均的BB9高達6 可是近兩年已經有比較明顯的改善 整體實力值得期待 作為台剛第一年上一軍的終結者 是絕對夠格的 第五位終於看到熟悉的人 他以前的名字叫做豪敬 以後則要改名叫做後敬了 曾經登上過大聯盟 也具備日直一軍經驗的後敬 最早是在2021年寄前來台 當時加盟都是樂天桃園 一開始樂天希望他能夠進入輪值 加拿先發行陽頭 可是實際來台後 發現後敬的續航力不佳 先發表現不穩定 所以決定把他拉去後援 看能否有比較好的成績 轉換角色後 後敬有長達4個月的時間 沒有丟到任何分數 期間寫下的連25場共30.2950分 打破了凱薩的連續場數50分紀錄 雖然三陣能力不出色 卻可以讓打者擠出大量滾地球 關鍵在於後敬有一顆很好的卡特球 他總是能夠把卡特壓在好球袋的下緣 搭配自身出手的下壓 形成很好的效果 第一年來台時 他甚至沒有愛任何一紅 防禦率控制在2.79 也獲得了續約的機會 2022年後敬變得更加突出 要身為聯盟最頂尖的守護神 59場出賽排第一 防禦率低到只有1.44 也終結了陳韻文的3連霸 贏得首座的救援王 差一點就破了陳宇勳的聯盟紀錄 也是樂天能夠贏得年度第一的重要攻城 只可惜居然他的頭球表現走下坡 控球沒有以往精準 K攻也衰退 可能是台灣打者對他比較熟悉了 也可能是這些年在樂天累積的疲勞爆發 雖然去年還是帶完了整季 甚至在季後賽找回身手 最後還是樂天教練團改組 對於洋槍配置有了新的想法 後援型的後勁因此遭到了捨棄 而台岡這邊過去受訪的時就曾與待玄機 說現階段沒有接觸後勁 可是不方便透露是否有將他放在評估名單內 休賽季的時候也曾有球迷發現 後勁的IG有追蹤台岡 最後雙方也真的達成共識 在3月初宣布了加盟 剛好是228羊將大限結束後 我當初看到後勁加盟時 本來覺得台岡找他是傑出的一手 並且他們確實需要後援型羊將 在牛棚協助年輕的選手官們 而後勁適應台灣過往有實際 價格應該也不貴 會是很適合的補強 可是我沒有想到台岡目前的評估中 是要讓後勁轉先發的 這我就看不是很懂了 紅總的說法是 後勁從休賽季開始 就以先發的角色再調整 牛棚可以投到擺球了 而台岡牛棚已經有了雷弓 後勁的加入純粹是當備胎 主要是他自己也願意來 所以球隊想要給他一個機會 以備不死之虛 但我個人還是認為 他現在的年紀健長 表現也衰退 此刻轉回先發的難度實在太高了 應該會需要不少時間 開支有可能得先放二軍觀察 是狀奧然決定是否要註冊上一軍 最後是壓軸登場的羊炮 也是今年新賽季六隊 在羊將布局這塊 唯一一位羊炮 魔鷹 台岡之所以會找羊炮 主要跟星球隊的福利有關 上一軍的前兩年 他們在一軍可以註冊四名羊將 但不能全部都是投手 至少得有一名野手 像衛權的前面兩年 就有赫雷拉 泰龍 古德溫等羊炮 可是等福利結束後 他們馬上就告別羊炮 全部都找羊頭了 那魔鷹這位羊炮 我個人是有極高的期待值 他有201公分高 117公斤 來自博多黎各 是一位佐達者 美直時期就是一位 備受期待的前進中砲 才在老虎2A單季揮出35轟 排名聯盟第一 也在2016年登上大聯盟 那年一共在三四一場出賽中 揮出5轟 OPS加是高雲聯盟平均的108 只不過魔鷹的守備能力不太好 格蘭打擊陷入低潮後 就被老虎移出40人名單 年底遭到釋出 後來去到日子發展 加盟中越龍隊 雖然是首次到亞洲職棒聯盟打球 卻適應得非常好 第一年在義軍就有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後來魔鷹被交易送到了歐利市 成為隊上的核心主砲手 也和台灣好手張毅成為隊友 連續三年有雙位處全隊打的貢獻 前後在日子義軍舞台征戰四年累計39轟 也剛好他跟王伯榮在日子的時期衝疊 拿兩個人的成績來對比也能夠明顯發現 魔鷹的長打能力是高出大王一個檔次的 去年在大西洋聯盟時 魔鷹也攪出近乎屠殺的成績 在33場出賽中揮出16轟 OPS1.238 高居全聯盟第一 你可以把他視為這個聯盟最頂尖的打者 如今他的加入 就可以為長打能力薄弱的台鋼增添火力 和王伯榮聯手扛球隊的3-4棒 雖然魔鷹的手臂算是小罩門 可是台鋼原本的隊形上 一壘就已經是一個小洞 所以魔鷹進駐一壘是剛剛好 也不用擔心去排擠到哪個重點星秀的位置 現階段在熱身賽 他已經展現兇猛的火力 這般熱身賽就締造連三場開紅 依我個人來說 魔鷹會是我今年賽季最期待的羊匠 畢竟終止也真的很久沒看到一個 很能轟的羊炮了 總結來說 作為一支星球隊 台上在羊匠這塊應該算是大撒幣了啦 就跟他們修賽季的補強一樣 很明顯是第一年就想要來拚個大的 羊匠人數不只找好找滿 還有多預備 群名上也很有特色 為他們帶來滿滿的話題 這人其實非常成功 我自己的分數可能會給到80分 在六隊中指數同意 和兄弟必捏第二 最大的加分項目還是羊炮魔鷹 那個資歷真的很難不讓人流口水 羊頭部分先發是稍微平凡了一點 看起來沒有一個王牌的等級 但至少後援有一個火球男雷弓 甚至是左手的 整體而言很有誠意 也很值得期待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台剛新賽季的羊匠戰力如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安妮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